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所说的江山指的是皇家朝廷统治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把这种概念继承了下来了 把过去的皇家换成了共产党 然后告诉全体中国人说 要保住共产党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意思就是共产党要永远的统治下去 这样才有中国人的幸福 我们今天就要谈一谈 共产党的红色江山应不应该千秋万代的做下去 我还是和周孝正教授一起做这个节目 周教授你好 你好 这古往今来 中国经历的历朝历代都是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胜利者都想把江山永永远远的做下去 都希望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这说明一下只有中华民国开了先例 实现了政党的轮替 也实现了和平移交政权 但是呢尽管他还叫这个中华民国 但是仅限于中华民国管辖的台风机马 所谓的大中国这个版图呢 早已不是中华民国管辖的地区了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中华民国 打下了江山 这是事实 共产党就应该永远做天下吗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成则王侯 败贼贼贼 反过来说什么叫王 成功的贼 什么叫贼贼贼贼的王 他没有是非 你打下江山 你用暴力 你取得了政权 你就有合法性吗 反正在我眼里没有任何合法性 既然你叫人民国 我人民大家做主 你靠暴力靠谎言 你夺来政权 你有什么合法性啊 是这么意思 反正你还要保江山 什么叫江山啊 江山是自然形成的 你现在说的不是江山 说保江山保你们的特权 保你们这些盗国贼的特权 不就这个意思吗 简单说原来就是保毛 现在就是保西 共产党啊 这个说这个 他自己这个红色江山 江山的这个时候呢 他说这个江山是人民的江山 对吧 他有的时候说是共产党的江山 红色江山 有的时候说是人民的江山 他这个概念都是换来换去 总之呢 他就是说 我共产党做江山 实际上是在为中国人民做江山 有我做的就是中国人民做了江山 所以呢 中国人民应该自决自愿的 来保共产党 去做这个江山 实际上共产党也需要人民 去帮助共产党 去保这个江山 共产党也知道 没有人民的支持 没有人民的帮助 他自己这个江山 他实际上也做不下去 你充其量共产党员九千万 中国十四亿人 你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要做这个江山 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其实他也做不到 共产党的说法是 保住了共产党的江山 就是保住了人民的江山 这块有道理吗 没有任何道理 这叫典型的强奸民意 你别跟我说人民 人民是什么概念 你有了权 你就说你是代表人民 这百分之百的一个 有组织诈骗行为嘛 谁代表人民呢 所以以后就改成叫公民 我就一再说 原来我们叫居民身份证 后来改成 我们是公民是什么人 公民是个法律概念 人民是个强奸民意的概念 别跟我说人民 谁是人民 是吧 你说你是人民 凭什么你就是人民 你还代表人民 你凭什么代表你 说你要想代表 你得一人一票图选吧 最起码你得有个形式吧 形式都没有 这叫政府 什么叫人民 别跟我说人民 有组织诈骗 没有这概念根本就 在我眼里就没有概念 我这我这概念有一个人 人就是生物性概念 还有一个公民 公民是法律概念 他说我共产党现在啊 做江山保江山 就是为了中国的所有的公民 来做江山保江山 我共产党把江山做好了 就是中国所有的公民 做好了江山 那要如果这种说法 这共产党是不是就有理由 把这江山做下去了 他这个说法完全就与事实违背 咱们就说江山 比如说自然 你共产党掌权 比如说建政吧 建政七十一年了 你看看中国这水的 这个空气的 还有食品的 都到什么程度了 这就是你们代表人民 掌握了所谓的江山 你要再说政治上也一样啊 你连说话全都没有了 你连表达权你都不给人家了 你这个听的权利 表达的权利 还有眼睛 看的权利 你全给人剥夺了 你把一个人都变成了残疾人了 你想想啊 如果这人视力不好 听力不好 又不能说话 他不就残疾人吗 你把十四亿中国人 都变成了残疾人 你还说你代表人民 不开玩笑的事吗 而且谁让你代表了 这是第一个 你代表了吗 是不是 第二 第三 就是你现在掌权71年 你什么证据啊你 对 我觉得周教授问的好 谁让你代表了 对不对 就是中国的公民也好 人民也好 中国共产党通过什么方式 知道中国的公民 中国的人民 让他做这个江山 通过什么方式 连话都不能说了 都变成残疾人了 还怎么知道 他们真实的想法呢 所以这种所谓的代表 完全是用周教授 经常讲的一句话 叫伪问题 不存在 你不是前几年 我在人民大学 参加这个海淀区 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 我们那个选区呢 好像有六个代表 那六个代表是让我们选 可以啊 那你得让我接你 我选的这代表是什么人啊 他长什么模样啊 他这个有什么最基本的情况啊 就是给你弄个 布告栏里头 弄一个文字 就是每个人跟你介绍 男女多大岁数 原来是干过什么的 后来我们说 我们能不能见个面啊 既然你是我选的 海淀区的基层的人民代表 那我要跟代表 见个面什么时候 不许 那么代表是不是可以向我们这些选民 讲个话呀 没有 强奸民意到什么程度的多 你好意思说你代表呢 你别代表我 你也代表不了我 我也不承认你是我的代表 所以中国怎么是人民共和国呢 跟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关系啊 对对 你中国你明明就是个帝国 红色帝国 你明明就是一个 所谓无产级专政 专政就是系统的使用暴力 你就是一个系统的使用暴力 的国家 你在我眼里 你没有任何合法性 说这个 共产党坐江山 就是为了人民坐江山 就相当于人民坐江山 说这话呢 很多中国人其实也不信 并不是说 像这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人们就疯狂的 这个推崇 伟大领袖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容易 尽管也有很多的人 是信的 是应该说 是这个受了洗脑信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不信了 所以再这样直接说下去呢 不一定能够说服人 北京大学的这个退休教授 郑野夫 他前一日子呢 他发表了一篇这个文章 这文章的题目呢 就叫为谁保江山 他在这个文章里边啊 他就说这个江山的这个归属 怎么往大了说 也不是人民的 他跟这个周教授刚才说的 是一模一样 根本不是什么人民 你也代表不了这个人民 那么我们现在说啊 如果江山并不属于人民 那么所谓的保江山 实际上就是为了保证共产党 做这个江山 跟人民没关系 跟公民更没有关系 因为公民是说 是在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一个基本的要素 就是公民有选举权 有被选举权 在中国这两个都不具备 但是呢 这个共产党呢 经常对这个外界的批评说 你中国不民主啊 没有人权啊 中国共产党经常有一句 白这个回击 他说中国人的事 要由中国人说了算 你外界没有权利 你也代表不了中国人 中国人才能决定 中国人也就是说 如果共产党说 我不民主不自由 这是中国人的事 而且中国人同意 并不是由你外国人来 使手画脚就能解决问题 同时呢 中国共产党还常常说了 这么一句话 他说中国人民选择了 中国共产党 如果这些都是事实的话 比方说 中国的事由中国人说了算 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那如果这都是事实的话 好了 顺理成章 中国人民保住了共产党坐江山的权利 顺理成章 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 中国的事 现在是由中国人民说了算了吗 中国人民真的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吗 周教授 这些话都不合逻辑 也不符合基本事实 我们中国人民有选择权吗 选择最起码二零抽一吧 或者三零抽一吧 有吗 而且你让人选择吗 你是一个暴力加谎言 你不同意 我就给你抓起来 我就给你杀了 要不然我就骗你 我连你的知情权你都没有 表达权你也没有 怎么就 你就说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吗 典型的还是那句话 强奸民意 或者叫不要脸 对不对 代表人民 这叫不要脸 用我们那个老师的话 还得加一点臭不要脸 中国的事 由中国人说了算 外界无权 指手画脚 这话有道理吗 文章说这就是臭不要脸吗 你就代表中国人民了 你问过吗 中国人民十四个亿 怎么叫你就代表了 你就是国贼 你连国贼 你就不见得代表 我跟你讲 国贼你还好几波呢 你想想 对不对 这我们就代表了 他当时说历史选择的我们 这不胡说八道吗 历史是昨天的事 前一天的事 那都定了的事 你得说 未来 你说明天还要代表你 他这表达这个意思 就是说历史代表你 这根本就不通 那历史就是定了的事 昨天前一天都过去了 还选择你 历史选择了你 选择是你得有几个可能性 你才叫选择呢 至少你就俩选择性吧 比如你到了一个私路口 或者一个岔路口 你说我选择往哪走 他在俩 他这一条道 你选择什么 你选择 是不是 这些概念都是糊涂 就是一般的 就是等于说基本概念不清 在这骗人 现在骗人的招数越来越差劲 你不知道在延安 他也骗你 他说我民主选举 因为人家不识字 怎么办 他说我扔痘子 你在那个里头扔痘子 他好歹也跟你走过形势 现在连袭上他都不敢走 中国人的事 中国人说了算 这个好比说是 看到邻居家杀人放火 邻居没有权利说话 因为说他家自己自家的事 杀了人放了火了 干了任何的事 他说了算 这有道理吗 没有道理 因为他人 比如说你说家暴 他打他自己的孩子 打他自己的配偶 这是不成的 你说我们家孩子 我随便打 来的媳妇买的大马 任我骑来任我打 不对 你家的媳妇你也不能打 你家的孩子你也不能打 但发展国家就这样 你敢打你们的未成年的孩子 报警 你说这你管得着吗 怎么管不着你啊 给你抓起来 管不着你 你想 什么干涉内政 就得干涉内政 不干涉内政 那咱们怎么组织了国际社会 怎么有联邻国维和部队 你不是说萨达姆 他把人科威特 他给人家吞并了 人家科威特是联邻国会员国 他刚才说那是我第十九个省 完了联邻国就派 联邻国的安理会 就动用权力 对不对 什么叫内政 没有内政 人类 人类就是一个人类大家庭 或者说人类社会 动不着内政 就得干涉你的内政 你在你们家打孩子就不行 警察就冲进来 你还在实施暴力 不管是打你们家孩子 还是打你们家的夫人 都不成 就得干涉内政 干涉内政就是正义 就是人类的正义的行为 动不着干涉内政 谁说你是内政了 你想想 再说按照我们从小 我们学习的 这个共产党宣言的理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那我问你 人家是内政 你联合起来干什么 我们共产主义还有一个口号 就是我们要一定要解放全人类 那你说全人类是好几百个国家的 你平时解放人家 所以我从小 我们学的学习的这个主流 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要解放全人内政 这就是干涉内政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从根 我从小 在这种受的教育 没有内政的概念 就是你是一反动派 我们就打倒你 叫做凡是反动的东西 你不打他就不倒 就相当于扫手不到 灰尘照例 不会跑掉 从小学的这个东西啊 你是反动派 我们就得给你拿扫手给你扫走 你侵略人家国家就不行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就有动用军队的权力 而且已经动用好几回了 你想 所以动不着内政 胡说八道 从我的脚 从我的从小学的这个理念 没有内政 只有正义 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郑野副教授呢 他写了那篇文章 他这个里面上才提到了一个观点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观点 这个是 应该是比较新鲜的观点 对错 另论 他说啊 这个保江山呢 实际上是帮着皇家去保江山 那么现在呢 共产党的这个红色江山 实际上保的是特权阶层 就刚才周教授您讲了 实际上是保的 他们这些官员 权贵 特权阶层 他们所这个有的这个权力 权益 是要保下来继续这个保下去 但是呢 郑野副教授提出了这个观点 说实际上 现在这些特权阶层也好 权贵阶层也好 他们的后代 未必想继续做这个江山 因为他看到了说 过去这个环境 中国的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 社会环境都不太好 所以有本事以后 有能力以后 跑了 跑到国外去了 很多人跑到美国来了 还有呢 他们认为这个共产党内部这个斗争的 你死我活 绞肉机 今天我绞你 明天你绞我 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个太残酷 是吧 今天我还是人上人 明天就是接下球 所以他们也不想有这样的命运 索性 我也不要了 我已经有 既得利益已经有了 走了 我就撤了 撤到这个西方国家去了 撤到美国去了 所谓的叫什么 什么这个 这个什么 叫做 不爱江山爱美国 好像这个说法 跟这个周教授 您还是有一些关系 那么 周教授 您是否认为 这些中国的特权阶层 红三代 红四代 他们真的不想 去做这个江山 对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一个表达 就叫做开放 原来我们老说 我们改革开放 我们有一个老朋友就说了 顺序不对 应该改成开放 改革 这就是开放 什么叫开放 中国人都可以 比如说到美国来 看看了 原来你的欺骗 瞬间破产 因为一会儿 美国是司法独立一个国家 在美国你有安全感 我不管你夺在关 你犯什么罪 他得起诉你 起诉你 还得容许你辩护 你可以请律师辩护 完了他可以举证 致证 认证 完了还得一审二审 你不是最近把班农 也是一个战略顾问 这不就给抓走了吗 抓走了 那么人家交保时金 据说交了500万美金的保时金 人又放了 但也不是说彻底放 只是活动范围 原来给他弄在看守所里 比较小 现在可以在几个城市 可以活动 就是说他的活动范围比较大了 所以说法治 或者说是西方的这种民主国家 对谁都有好处啊 刚才你说的特别对啊 你在中国你夺在关 你管什么用啊你 说完就完 所以我一再说嘛 金满乡 银满乡 转眼乞丐 人皆棒 人皆棒 正效他人命不长 回来 我自个儿把门也丧了 你夺在关 你夺在关 你不是你是老大 毛泽东 你死不死 你死了以后 不到一个月 他38年的妻子江青就说了 主席尸骨未寒 你们就亲世道明 什么叫尸骨未寒啊 死了不大一位 他的一铁哥们 最重用的中央军委 副主席 叶剑英元帅 他最重用的 八三岁岁岁部队 也就是中央警卫师 那个汪东兴 他最信任的俩人 怎么样 再加上他任命的一个接班人 华国锋 人家三个人一商量 就把他这班底 包括他的这个乡亲 就给抓起来了 所以说你在中国 你有什么安全感啊 你就当了毛泽东 包括习近平 他们有时候习近平会退休吗 当然不会退休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啊 你看他抓了 所谓贪官就百万 光将军就得好几百个 他有什么安全感吗 所以这就是独裁的 一个体制的 一把手的接班人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要不然就死 要不然你就熬到死 自然死亡 要不然你就被打死 你想平安退休 可能吗 那周教授 您是不是认可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红三代 红四代 特权阶层 权贵阶层的后代们 并不想接这个班 并不想去保这个江山 您也这样认为吗 当然了 如果这些红二代 红三代 他们有智力 而且他们呢 出个国 也就是说开放了 他们看见了 人家美国呀 包括西方发达国家 怎么过 他们当然不爱回去接班了 你回去接班 就是让你接老大 你以为你有安全感吗 对不对 你老大你死不死 对不对 你死了以后 你什么下场 是不是 所以说明白这事吗 所以说一个法治国家 他对谁都有好处 你像中国这些贪官 今天就是一个正国级的干部 或者副国级的干部 明天你就是接下车 而且你还不能上诉 为什么他们也明白 我上诉有什么用啊 都低头认罪 你不低头 你也得认罪 你想想 所以说在一个 极权体制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人家就说 你是一个破的产的 极权主义呢 极权主义能够破产吗 不光是说老百姓倒霉 你就是高官 你今天你欺负人 明天就欺负你 所以说郑永福这个观点 非常的鲜明啊 你保家人你给谁啊 你给你闺女 给你儿子啊 他们都不愿意 为什么 他们不愿意在极权主义的生活着 我应该说嘛 你今天 你就是一个有权的人 有权势的人 权请一时 明天你就是接下车 还是那句话嘛 金满香 银满香 转眼乞丐人家棒 第二天你就成乞丐了你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以 因为这样的原因 就得出一个结论说 愿意保江山 愿意保这个红色江山 全球万代永不变色的人 永不变色的这个权贵的后代也好 特权阶层的后代是越来越少了 可以这样说吗 不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明白了 关键就是开放了 原来他封闭 他不知道 现在开放了 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 中国每一年出国旅游的人上亿了 尤其这些有钱的人 有权的人 他们当然都出国了 不止一次 所以开放对中国的变化是最最顿本的 而不是改革 所以说叫开放改革 但是你开放的门你还想关吗 你关不住了 但是毕竟这些权贵也好 特权阶层也好 它是通过保住共产党的这个红色江山 才得来的他们这个利益 既得利益也是得来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还不断的产生新贵 有些新贵 有一些并不是红二代红三代 不是属于红色家族的人 比方说周永康就不是红色家族人 当然他现在倒了 但如果他不倒的话 他贵为政治局常委 所谓的您经常讲的叫郑国籍 他的后代也是非常的得意的 也是利益巨大的 今天周永康倒下去了 明天还有第二个周永康 第三个周永康 跟红色血缘不直接有关系的 但是也加入了这个红色的这个政权 他们也会需求 说要求要保住这个红色的江山 因为他们是新贵 他们是要有新的这个利益 这些人不会也是继续出现 甚至是越来越多吗 这是官二代 你说这话 原来我们叫红二代 红二代就是他是老官 官二代就是比较新的官 新的官过了几年 过了几代人 他也变成红二代了 因为红二代他这观点 他是遗传 现在据说24小时之内 美国司法部下了一个东西 就是把这些逃到美国的来的这些贪官和他们的财产 先给他们冻结 其次给他们这个登报 这是对极权社会的致命的打击 你们在国内正式漏争 说完就完 你说我把他钱 我把人都转到美国来了 美国也不成 因为联合国有一个世界叫做反洗钱的一个组织 或者一个条约 他不完善 美国现在就干这事 你倒到美国也不成 这样的话就逼着你中国这些人就必须得 你得改革 你得把这个极权社会变成一个法治社会 这样的话你们全有安全 地球上没有你们的一个角落 你逃哪去也不成 这就是下狠手 对不对 对 完全对 怎么干极权社会 就得这么干 你保江山 你保什么江山啊你 你们的江山就是保特权 特权你在国内还有 可是特权它是有限的呀 保特权的狗咬狗啊 狗咬狗一嘴毛啊 所以说为什么党内斗争它没完没了呢 也是这样啊 你想想 虽然极权社会它是个不稳定结构 到它改成欢代的时候 它要卸流成河 只是我们要避免你们改成欢代的时候 你们那个你们别让我们老百姓跟着血流成河 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那天赵有福写的文章的利益非常的高尚 他就说了嘛 你们共产党和平的淡出历史武裁 不要让你们死后洪水滔天 也不要让你们死的时候 这个血流成河 这是一个尖销的问题 所以我老反对他们走极端的问题 他们走极端的问题 你反党我就灭党 你灭党我就建国 你建国我就武装起义 我就搞暗杀 你这么干 你以为你靠着这个起义 靠着这个暴力 你就能够把国家搞好吗 所以我反对一切的极端主义 简单说我反对革命 你凭什么革命呢 你你必须改良 你得改 你得改良 让好的改 而且你得慢慢的来 你不能说一口吃这个胖子 现在中国不管国内还是国际 有这么一股这个逆流 就是共产党缺德 太缺德了 怎么办 干脆他 怎么干脆 暴力 所以革命 所以他们老说你反党 我说我干嘛要反党 人家党员九千一百万 你的好人多的是 比如说蔡霞就是一好人 就在将他这种人体制内多的是 蔡霞已经不是体制内的了 他被开除了 是啊 但是蔡霞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是一好人的 而且是有勇气的好人的 人家站出来说话 说什么话 说实话 就像现在还没有被开除的党员 那么在党员的这九千一百万 有相当的多 虽然老说反党 为什么要反党 我反革命 我反对的是你们这种 极权暴政的思潮 思维 你不反对这些思维 你以为 你把这个 所谓现在的共产党 你该换了 换了还有啊 你想想 所以你要改土壤 改他这种思维 就是极权暴政的这种思维 或者说这种体制 但体制哪来的 体制也不是天上料理的 所以一来一开就说 中国的体制不行 这不废话吗 那体制哪来的啊 体制不是人家给你造的 所以你要改变中国人的这种思维 这种意识形态 是这个意思 嗯 那么周教授 您对中国这个红色江山的前景 怎么预估 人家有一个词吗 总加速师 邓小平原来告诉他是总设计师 后来我们代情就说 他是一个总设计师 因为他六四开枪了 他打死几百人呢 现在又出了一个叫总加速师 红色江山已经开始加速崩溃 蔡霞也是个事件 而且这个事件有标志性 人家蔡霞是一老党员 有水平 有正义 而且人家红三代 怎么样 让你们给开除了 这不叫自废武功吗 这不叫 这不叫这个什么吗 这不叫自取灭亡吗 哦 你们把党里的这些好人都给开除 不叫你们这个党不叫加速吗 所以这词挺有意思 但是总加速师 关键是加速 垮台以后怎么办 这是关键 你垮台以后 你不是还得过日子吗 我们中国还有十四亿人呢 你得过日子吗 你也不能说恶性互动啊 今天你方唱吧 我方唱 完了改双换代 我们反对改双换代 你改双换代有什么好处 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啊 你皇帝换个性 你用毛 你换成了习 这不还是一样吗 所以老百姓有一句话吗 叫毛病不改 饥饿成习 成习惯了都 这个红色江山的存在 或者是瓦解 是不是中国向前发展的前提 不见得是 我一再说了改双换代嘛 你改双换代 这个社会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他等于在打转呢 或者叫王朝周期 当时我跟黄安红先生做节目也是 他的父亲是黄曼礼 中国的民族的吉令 他的爷爷黄延培 有句话吗 当时在姚栋队 在延安 跟毛东在姚栋队有一段对话 他就问毛东 你们快掌政权了 你们怎么走出 跳出王朝的周期率 其轻也薄言 其往也忽言 就是忽就起来 说了 说走就倒 这些独裁体制 它的崩溃是脆断 几天就内就倒 可倒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啊 所以他就问 说毛东 你们共产党快长政权了 你们怎么能走出 跳出王朝的周期率 做到长期执政 永远执政 毛东跟他说 我们找到了钥匙 找到了法宝 这就是民主 这就是民主监督 你让老百姓监督这个 这个政府 这个官员 他这个官员就不敢 就不敢懈怠 是啊 关键还是个权力 监督的问题 权力监督的问题 就得分权 一个权怎么监督啊 而我们中国都是 东西南美中 打执着一切的 他就反动理论 完全违背了 人类的明明成果 所谓的红色江山 是指的是共产党 独一无二 共产党永远执政 才叫红色江山 如果不是共产党 永远执政的话 如果是多党治的话 就不是红色江山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 红色江山继续保下去 中国可以进步吗 绝对要倒退的 而且它保不下去 关键在这 哪个皇上都想千秋万代 可能吗 你不就活最多活一百岁吗 还有你还没到一百岁的 你的党内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同僚 或者说同志 他就开始党内斗争了吗 所以一再说 党外无党 帝王自降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你看得很清楚 所以当时我们的眼睛一亮 为什么呢 无疑 中共章政治局的委员 人家裸退了 过了一段时间 胡锦涛作为中共章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八年 十年以后 人家也裸退了 他就当时我们真好 你再过一代 那就是习近平了 如果习近平熬了十年 他也裸退了 那我们中国就形成一种习惯了 谁知道 这小子他没上台之后 他就修宪 他就想千秋万代 他就想终身制 令我们太失望 蔡霞也一样 蔡霞那讲话里也说过 他听到 习近平熬宪 他非常生气 他说他是半天 还是一宿都没睡着觉 你太不像话了 你 你就居然敢修宪 因为你修宪了以后 你就千秋万代了 你 对不对 这叫反动派嘛 所以我一再说 他不是左派 他也不是右派 他就是反动派 对不对 他就得脆断 还走向了这个 独裁专制的这个规律 有些脆断 你不知道他哪天 他说完他就完 所以为什么 郑也夫说这个文章 写的审平高呢 你让你和平的淡出去 就是慢慢的 你和平淡出 你自个儿有一条后路 你给中国也留下条活路 你不要脆断嘛 所以我一再说 我为什么反革命啊 革命你给中国能带来什么呀 造反 起义 武装起义 暗杀 这都是好 这都是极端的招 那中国好得了吗 所以中国就必须得保持稳定 还得改良 改良就得 首先就得教育 或者叫教化 那好 我们今天呢就谈了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江山 应不应该继续做下去 有没有可能 容千秋万代的做下去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也感谢周教授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日召开会议 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重大问题 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官方新华社报道 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是坚持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 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提挫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 本周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询问时说 如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条例必须要维护以协建平为核心呢 那就是党的文件正式肯定它永远是中央委员会的核心了 除非这个文件废除才能无效 只要这个文件存在 那么它就永远是核心了 鲍同说第一个提出核心的是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 将在下一个月召开的五中全会 将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其中提到将对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领导体制 领导职权 领导方式 决策部署 自身建设等做出全面规定 为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这是继中共党章之后 习近平的名字再次写入中共中央文件 山西文史学者庞骏对本台说 工作条例中最引人瞩目的是 进一步巩固个人对全党的领导 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啦 领导体制啊 领导职权等等这些说白了 就是他的领导地位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强化领导地位 包括之前对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的通战 现在对高效教师的控制 那现在反复又出台这些东西 无非就是方方面面的通知 把这些东西由全规则变成民规则 独立学者张书平告诉本台 他也是第一次听说 把在任的中共领导人的名字 确定在中共文件中 暴同对本台说 在中共十三大期间 曾经有一份中共高层的议事规则 十三大的时候 有一个议事规则 讨论问题的规则 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 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是平等的 在常委开会的时候 所有的常委委员平等的 总书记呢 只是主持会议 中国共产党中原委员会工作条例的约书利 堪比中共党章 现届204名中央委员 有权提名并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 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及其强委会的组成人员 要带头执行党章和条例 等党内法规带头增加四个议事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确保条例精神和要求 落实到中共党和国家和各项工作中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 香港报道 夜话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今天所播讲文章的题目是 王沪宁25年前选择下海 是因为政治常有而政治学不常有 在本专栏上星期五播出和刊登的 王沪宁文革反思的与时俱进中 已经介绍过了25年前的 江泽民的幕僚书中的王沪宁专章 专家当智团教授编幕了江泽民的政治化妆师 王沪宁的手段内容 1995年 如果说江泽民当时借反腐败为名 成功地整垮了以陈其同为首的北京帮 狠狠地教训了以邓家后代为代表的一批 经商太子党的举措 一度起到了令党内党外刮目相看的作用的话 他当时将上海布团大学青年教授 著名政治学学家王沪宁的正式纳入自己门下 则在中国大陆知识阶层引起了一番强烈回应 此消息大概是在1995年4月初级传遍了上海北京两地 王沪宁截止进京前向朋友透露的新任职务 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史务委员兼政治组长 政治组长仅仅是个政局级职务 但是史务委员则是可以享受部部长纪待遇 日后直到1996年 也就是官方宣布的王沪宁进京下中南海时间的次年 记得当时的江泽民的幕僚一书已经被销售到第十版 我们从王沪宁的一位博士生口中得知 他王沪宁进京效命江泽民的最早时间 其实是1994年夏天 我们日后仔细研读了 王沪宁于1995年1月初版的 《政治的人生王沪宁个人日记》 从具体内容中找到了 他1994年整个夏天都在北京北戴河参与起草 十四届四中全会文件的佐证 也就是说 如果说以首次参与起草中共全会的重要角色文件的时间算起 政治学学者出身的王沪宁踏入中南海 成为中共最高角色层之重要幕僚 已经长达26年时间了 凤昭进入参与起草十四届四中全会决议的时间 是1994年7月 十年的王沪宁未满40岁 如今的王沪宁到下个月 即2020年10月就年满65岁了 正好是中共政权政省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 而在1994年7月 蹦昭进入中南海参与起草江泽民的独立学员 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之前 事实上 他王沪宁已经在体制外 以知名青年学者和布团大学教授身份 积极进行理论介入很长一段时间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在布团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业之后 王沪宁至少是上海方面的同批青年学子中 进入角色最快者之一 用其崇拜者的话说 出道甚早 八十年代曾经在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独立奉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 王沪宁的论文和异作 在社会科学战线国外 政治学研究等专业刊物 一天接着一天 令同行里的新老学者不得不瞪大眼睛关注 其处击当时最被关心的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十论文章 则在当时的读书 世界经济导报等理论先驱报刊 还有文汇报 解放日报 光明日报等 拥有众多知识分子读者的报刊上连篇累读 不但将影响力扩大至政治学专业之外的学界领域 也逐渐受到当时的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 和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层的注意 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 转变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 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发展观 初级阶段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长短立论 曾引发出许多赞成或者反对的讨论意见 他的论民主政治建设 推进政府功能的国际化 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主体性 论政治透明度等文章 则仅仅从标题看 就可以给人以思想非常前卫的感觉 而他的当代美国民主共和制比较研究 当代西方政党的组织结构比较 当代政治全分析 国家主权等文章和专注 更给人以研究视野十分开阔的印象 王沪宁自己日后解释 他当时那段时间的表现是 我的长相是政治哲学 对此道一向念资在资 但是中国变革的大氛围中 终究按捺不住 受外界热力运动之感召 动手写起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文章 鬼使神差竟然写了一些 而且性未欲增 颇有点理论介入的味道 这段时间里 其崇拜者对王沪宁独领风骚四个字的评价 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理论界 认同者有多少令人怀疑 不过如此肯定王沪宁的人同时也承认 闻人相亲 理论界本来就是谁看谁都不顺眼 事实上王沪宁当年出道知识 就不断遭受各方面的批评 比如认为他的著述过于浅白 不够理论化 并不具备城市化特点 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毛主义 魏刀士则认为 他的观念和理论是标新利益和离经叛道 支持改革政策的党内理论工作者 认为他王沪宁擅长用马克思主义 去解释新的问题 其见解和主张 起到了物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以现在实用意义的积极作用 而从理论基础上 否定中共建党建国之指导思想者 则认为他不过是学会了一些 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中没有的 政治学时髦术语 省拉应扯 牵抢不会的图解马克思主义心意 充其量具备一点 为中共继续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找出现代理论根据的实用价值 更有看不起王沪宁的人 干脆认为他的所谓政治新论 不过就是把马列文论 邓小平文选 以及西方的君王论 东方的资质通鉴一锅会 无论哪种评价较为重肯 也不得不成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中期 王沪宁即开始在中国大陆的思想理论界 站露头角 一度是上海布丹大学最年轻的人文学科 布教授在整个的中国大陆的政治理论界 是较得响的几位青年学者之一 大概从1988年开始 王沪宁的前面说的所谓理论介入的冲动 渐渐淡了下来 对于外界保贬参办的评价 他通通回报以不经意的微笑 借编辑自己作品之机诠释自我说 我一直给自己设计的一种生活 清心寡欲的做学问 不受外部奔繁世界的骚扰和诱惑 向鲁迅先生所言 躲进小楼成一桶 管他春夏与秋冬 我相信学问出于清静 应当保持大脑卫生 有评价王沪宁的人士说他曾经是一名教授 教书艺人是其本分 但是他爱这份职业并视其为乐趣 而他本人收录于政治人生艺术中的1994年6月26日的日记中说 作为一名教师 给学生上课是一种快乐 学生能给他一种生命的交响 一种活的知识对象 一种流动的意识过程 一种双向的信息交流 这大概是任何其他职业均不能实现的 这是老师的最大乐趣 王沪宁还说 什么乐趣也不能比塑造生命的乐趣 尤其是塑造生命成功的乐趣 但是写下这段文字之后不到半个月 他就把自己完全异化了 王沪宁在1994年7月初 邦昭进京参与起草十四届僧权会决定的当天 就被安排住进中央警卫局招待所 等待江自民的亲子召见 这个当时的中央警卫局招待所 隶属于中央警卫局部务处 日后有外界报道说 王沪宁的第三任妻子 原是中央警卫局部务处的务员 女王2014年5月结婚 如果这则消息属实 那么他王沪宁与出身中央警卫局服务员的 第三任妻子结婚的时间 已经是他第一次接受中央警卫局服务的20年之后了 我们在本传来的上篇文章里引述了王沪宁首次奉中南海之招进京之后 曾经赴夜游长安街一时舒怀 清雨呼降静京城 知律强红照夜灯 心腹清盈 不串路 何守众宁镇古门 只观世事出清淡 笑看人生入深沉 过客冲冲 读剂聊 方时厚意又得闻 这其中 只观世事出清淡 显然是指出自过去一度为自己设计的那种生活 清心寡欲的做学问 不受外部奔凡世界的骚扰和诱惑 向鲁迅先生所言 躲进小楼城一桶 管他春夏与秋冬 当时的他自以为学问出于清静 应当保持大脑卫生 接下来的一句笑看人生入深沉的孝字 多少有点自嘲的味道 深沉二字 无疑是说自己从此踏入的中南海的幻海的深沉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 汉语下海二字的字面意思之外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就隐身了许多经济和政治色彩 一般指的是放弃或保留原来的工作 去经营商业和创业 而当年的王沪宁则是把从复旦大学 步入中南海勤政殿的转换人生跑道的行为 用下海二字形容 这是当年的王沪宁的一位门生向我们付述的 众所周知 当年的中国大陆人辞聚公职 下海经商曾是一种冒险行为 是为丢掉铁饭碗 扛起泥饭碗 这就是26年前的王沪宁 为什么也用下海二字形容 他自己也是把 步丹大学教授的铁饭碗 换成了中南海里的泥饭碗 其诗中的深沉二字 应该是隐喻了王沪宁 对日后在中南海里的换海生涯 莫测高深的不确定感 在民间评论王沪宁的文章中介绍说 王沪宁涉略极广 阅读量惊人 几乎无书不读 无时不用功 他在政治的人生艺术的秩序中说 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 或者说不得不养成这样的习惯 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的思考 一天来的经历 白天均在异常的忙乱中度过 没有公布思考 有公布思考的时候 大多也用一座严肃而枯燥的学术思维 而对于人生却没有时间去思考 夜色下来 一切归于宁静 抱着窗外闪烁的路灯 可以静静的思考自己和世界 思考自己在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 排不上号的事情 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 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 一个人多年坚持这样的习惯 每日回顾过去的一天 在读书中思考和感悟 或者总结或者自省 并将此作为思想享受 王沪宁进入中南海之前 确实读书甚多 涉猎面甚广 这从王沪宁自己对外公开介绍过的 他的日记内容中就可以看出 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 日后他给习近平起扫的讲话稿中 能够开掠出那么长的一串书单 1994年7至10月 在北京和北戴河参与起扫的 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期间 王沪宁仍然是坚持每日夜读 偶有星期天被起扫小组准假的节会 就在白天时间逛书店逃书摊 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 被在十月六日公开对外发表之后 人已经从北京回到上海富丹大学家中的王沪宁在日记里记述了如下一段内容 凌晨读毛泽东的秘书们 写了毛泽东的六大秘书 胡乔木 陈伯达 田家英 高志和罗路光 有丰富的材料和细节的描写 对过去的很多事情有了新的了解 披露毛泽东对诗的一段评论 诗难不易写 经历着如鱼饮水 冷暖自知 不足为外人道也 是写诗人的深刻体会 在此之前虽然在王沪宁参与了十四届四中全会之重要决定的起草 但是从对外名分和组织编制的角度 这段时间仍然他还可以对外移体制外学者自诩 但是完成了这份阶段性工作回到上海富丹大学之后 他显然是在是否接受江泽民等人的要求 下海充当中共最高军色层职业幕僚的问题上 还思想纠结过一小段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这段时间里特别研读毛泽东的秘书们 力图从中悟出不足为外人道的中南海里面的人们的冷暖自知 王沪宁曾经说过 历史告诉我们 政治常有 而政治学不常有 自己过去在写政论文章时完全是受变革时代的召唤 逐渐的悟出了责任良心和向往 纠结之后 他王沪宁最终放弃了不常有的政治学 下到中南海里终生效命于常有的中国政治 严格的说是中国共产党之政治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夜话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在夜话中南海栏目上篇文章 习近平永远的核心地位 三年前就在新党章中 把定了引经据典的目的 就是要让读者和听众明白一个事实 三年前在19大上全票通过的习市党当中 即已经把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百分之百固化了 或者说已经把习近平永远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用党的根本大法明文规定的形式完全理想化了 关注中国大陆政治局势的人士应该记得习近平在18大接班后的前几年时间里还没有贵为核心 从2012年秋18届一中全会到2015年10月的18届五中全会 每次全会发布的公报中的喊出的口号 一直都是那句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而到了2016年10月召开的18届六中全会上 借讨论和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之际 王沪宁在会议公报中喊出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同时也正式抛出了他的另一节做四个意识 那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查找一下四年前的这个18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新形势下党的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其中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以及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等几个章节的核心内容 既然早就在王沪宁26年前公开出版的日记里出现过 26年前的王沪宁在北京参加14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 于当年也就是1994年的7月22日的日记里写了如下一段 中央权力的性质要求 属于中央的政治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表现 各地各部门必须坚决服从不能有任何违背 属于中央职能的管辖权 中央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合理确定 确定后各地各部门也必须坚决服从不能有任何违背 各地各部门在行使自己的管辖权时 必须认真分析和判断自己权力行为的影响和效果 自觉防止削弱和损害中央权威的行动 建立明确的体制和制定完整的法律规范 保证各级管辖权在确定的体制中得到运用 同时严肃制约和惩罚违背基本原则的行为 在组织人士上要有维护中央权威的保证 对于违背和损害中央权威又不加以改正的人员和机构 要依照纪律和法律易于处理 而正是这个王沪宁26年前参与起草的14届四中权会上 通过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中关于维护中央权威部分的关键内容 都可以从王沪宁此前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中看出踪影 而按照王沪宁学生的说法 当时的王沪宁虽然不是14届四中权会文件的起草主持人 但是该权会通过的决定中论述权威的内容和论述核心的内容 都是源自他的手笔 回想26年前的1994年9月25日到28日 中央在北京金西宾馆召开了14届四中权会 并按照规定于28日的闭会当天对外发表了会议公报 公报中称 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 并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宾同志做了重要讲话 另外公报中也简述了会议决定内容的干样 但是会议结束之后 这个决定的全文却一直拖到10月6日 才由新华社发出通稿 次日统一建报 中间间隔了8天时间 对比一下当年的江和新 此前主持的几次重要会议之文件的公开建报时间 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结束后隔了一天 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就全文建报 1993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后 也是紧隔一天 会议决定 全名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以及江泽民同志在该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也同时建报 那么这个1994年9月28日闭幕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内容 之所以拖了8天时间才正式公主与众 只有以下几个可能 一决定全文在中央全会通过时 与会者对其中内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 修改后再正式发表自然需要时间 二决定内容的某一处或某几个关键之处 还必须等待政治元老 特别是邓小平的首肯才敢公开发表 三决定中的关键内容过于敏感 中共高层担心发表出来以后 引起舆论不安或者党内外的骚动 所以才推迟了一段时间 为了证实这个决定到底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我们当年仔细分析已经发表的决定全文 发现了其中两处最为关键的内容 在四中全会结束当天发表的会议公报中没有引述 第一是如下这段表示 党的历史表明 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 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 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 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是如下这样一段表述 在组织建设方面 恢复和逐步健全民主集中制 背处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中身制 推进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 专业化 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 巩固和发展了党的队伍和组织 按照王沪宁的学生日后告诉我们的相关内幕 如上这两小段内容 是王沪宁26年前对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 事实上也是对江泽民本人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王沪宁于1995年1月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中收录的部分日记中记述 他在十四届四中全会1994年9月28日闭幕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都在继续写党的建设的文章 实际上就是指的在继续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关于当年的江泽民在六次镇压之后 虽然出任总书记并很快又接班中央军委主席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事实上是在听于邓小平和陈宇两个元老的政治摆布的历史事实 我们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 虽然早在1989年5月底中共开枪镇压天安门运动之前 邓小平既已经在决定位置赵紫阳的谈话中 以所谓政治交代的形式信誓旦旦的表示了 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建立了微信 我坚决退出 但无论是邓小平军委主席职务卸任之前还是卸任之后 他对当时的中共政权的最高决策从来没有停止过干涉 最典型的当然就是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 另外邓小平1989年10月宣布军委主席卸任之后 直到1992年10月召开十四大为止 因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仍还继续存在 当时的陈云等政治老人对江志明领导的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指导 仍然是合理合法 照理 1992年10月的中共党的十四大宣布撤销了中央及各基层省的党的顾问委员会的设置 就已经从组织形式上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完全退休 和以江志明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长大成人 但是因为当时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一二把手江志明李鹏两个人 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不久才刚刚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上统一认识 能够在十四大上争取到继续留任的结果已属不易 所以江志明绝不敢在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表现出半点狂妄 至于邓小平本人当时也不排除仍存在对江里等人继续考验的想法 所以他1992年10月在十四届一中全会结束之后就驱车前往人大会堂 亲自接见与会的全体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当时的中共各大媒体都受命统一发表 邓小平被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全体成员如众星捧月一般簇拥而坐的大幅照片 继续给外界以邓小平仍是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的影像 所以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上采纳了当时还是出书茅庐 第一次参与起草党的中央全会文件的王沪宁的建议 用党的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已经完成 等于是向天下招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体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等于是以党法的形式正式宣布邓臣两位东西太后的垂帘听政的时代已经结束 江河新的政治地位已经从儿皇帝转为有知有权的决策人 如此敏感的内容当时虽然没有引起海外媒体的过多注意 但当时的中共内部却已经意识到了这份洋洋蔓延的党建决定中 几乎所有内容都是早就重复过一万遍 但仍然也没有成为真理的套话 唯有王沪宁建议的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接这一句 才是江泽民1989年6月下台之后在中南海深宫苦苦等了五年 才终于敢于说出口的心理话 当年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正式公布后的一段时间里 中共各大官方媒体奉命开松马力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造势 连篇累读的理论文章政治社论等都在刻意向党内党外海内海外提醒 完成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 是中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标志 目的就是希望外界能够因此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使中国共产党历史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政治标志 自然联想到1994年10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 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江泽民时代正式开始的政治宣言 当时就有传闻说 1994年9月中共四中全会召开之前 邓小平子女在看到这份决定的草稿时就在私下里调侃说 这分明就是一份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 另外 王沪宁在这26年前为江泽民所做出的理论贡献 也就是前面介绍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里强调核心作用的那一小段 当时也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引发出了争议 有为数不能算少的与会者表示 这样的提法似乎不太妥当 似乎又回到了60年代林彪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 以及毛泽东死后华国锋自吹自擂的年代 自然也会令人回想起当年林彪提出的所谓大树特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而26年前的江泽民是如何的力排众议 最终决定把王沪宁的如上两处重大理论贡献 保留在十四届四龙全会决定的终审稿里 并对外公布内幕不详 不过 王沪宁当时所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无疑是他日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首席育比的基础 现在比照当年 如今的王沪宁及习近平所及 想习近平所想 为他习近平发明的诸多政治口号之一 就是所谓的两个维护 全称是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权威 全党的核心地位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事实上 不过都是王沪宁26年前 在参与起扫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过程中 为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江自民所炮制的 政治口号的加强升级版 关注王沪宁的人都知道 自从1995年初 他的组织关系从上海复旦大学正式转进中南海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以本名发表过一篇文章 更没有再公开出版过一本自己的著述 他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最后一本 个人著述政治的人生 当然也是为了公开发表 而已经修改过的日记中的多处关于党的建设的内容 诸如在推进伟大的工程中 没有高度统一的党的领导 是不可能想象的 在组织人士上要有维护中央权威的保证之类 都是他近几年来炮制习近平思想的理论基础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一读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日本媒体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 习近平思想成为高校必修课 似乎是为了迎接明年的建党一百周年 以及对近期许张润蔡霞等中国知识分子 勇敢发声的回应 前中国党校教授蔡霞在批评习近平 与中国决裂之后被任意取消养老待遇 中共党校下令开展警示教育 要求教职工在思想政治上与习核心保持一致 习近平本人于8月31日在求是上发表文章 直言道 办好思政客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 思政客教师本身都不信还怎么教学生 他给思政客老师的真真教会是 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口子 截至2020年6月 中国高校思政客教师共有9万2000多人 其中自习近平召开思政客座谈会之后 新增了15000多人 增长了20% 记者注意到 多所高校将习思想课程列为了必修课 纳入毕业要求 但不计入平均学分纪点 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刚教授的习思想课程 在学唐赞线播放 2020年秋季有超过11万人注册 他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未有过的 对一个领导人的思想进行这种解读 山东某军校学生日前对韩东杂志表示 现在习近平的讲话成了政治可必要内容 考试不及格就毕不了业 入党找工作提干都很渺茫 7月20日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 称赞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 港大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巴文分析称 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 必然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16个字缩写成习近平思想五个字 只有他与保泽东的思想才可以写入党纲 钱刚预测 习近平思想何时正式登场 仍不确定 但有两个可能的日期 第一个是明年7月1日 第二个就是2022年秋 中共召开二十大之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年的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也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秋节 这个本该洋溢着喜庆气氛的家庭团聚日 却被失落哀伤迷茫的氛围所笼罩 今年太多的生命消失了 不敢思念 太多的人被中共暴政失联 逮捕或晋升 既然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议论 已被定性为妄议 那么越来越多的网民在发问 这个国家到底与我何干 这个国庆日到底与我何干 有网友发现说 最让人亢奋的词是祖国民族华夏 阎皇子孙中华儿女 最让人伤心的词是房价 医疗上学养老 其实前者与我毛关系没有 他们却天天高调宣传 后者跟我息息相关 他们常常莫不作声 一位网民季风的网友 于2016年写的旧贴文 以这个节日与我无关为题 再度在社交平台风转 贴文这样写道 一大早就有人祝我节日快乐 这个节日与我无关 众所周知 我出生在一个有着3700多年 悠久历史的国度 我有祖谱可查的祖宗 至少可以上述20多代 67年前赵家人建立了政权 故乡沦陷 从此我们的祖业 在天下围攻的旗帜下 成了赵家的私产 我们成了一无所有的主人 路遥之马力日久见民心 在经历了前三十年的折腾 后三十年的掠夺之后 赵家还是赵家 我们还是我们 我们仍然一无所有 这个节日与我无关 我不会数典忘祖 在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之后 仍然虚假的接受别人 祝我节日快乐 网友 岳赛宁以绿色的节日和绿色的人为题 附诗一首 市中写道 我不过节 我压抑着家宴中的喜悦 我默默穿过欢庆的人群 五一时 我是一个被迫劳动的劳动者 七一和八一 是我细数心头边痕的时刻 我更耿烟于那些传统佳节 一盘韭菜馅的饺子 一碗韭菜馅的汤圆 一只韭菜馅的粽子 一块韭菜馅的月饼 如果还嫌不够苦涩 就在二月十四日那天 买一束玫瑰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 买一顶圣丹帽 仔细看看他们也是绿色的 只要镰刀斧头 还在枪枪作响 无论哪一个节日 我都浸出绿色血汗 我不过节 我默默穿过欢庆的人群 我回头看一眼 所有被绿色颜料 涂刷过的人们 有网友发现说 小时候我们上学 老师教育我们 为什么要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长大以后 整个社会 历生呵斥 莫讲真话 莫谈国事 这到底是庆祝日 还是沦陷日的纪念 网友 王白嘴 以别了繁华为题 附诗一首 诗中写道 爽烈的秋风 夹着歌颂太阳的老调 扑向一束繁华 未满三十的繁华 就这样悄无声息的 撒手人寰 寒意入脑 追逐自由的灵魂 停下脚步 捧起繁华的遗诏 在诸风为虐的旋律中 三鞠躬 一鞠躬 缅怀逝去的繁华 二鞠躬 洗淫满目的疮痍 三鞠躬 歌颂崭新的太阳 一篇题为 是国庆 还是国声的网文 这样写道 以前的统治者 都会在取得政权之日 举行庆祝 庆祝自己夺取了江山 有的统治者比较高明 会把他们夺取政权的日子 规定为国庆日 让国人跟着一起庆祝 如汉代统治者 取代了秦朝统治者 让老百姓跟着一起庆祝 大清的统治者 取代了大明统治者 也让老百姓跟着一起庆祝 这其实与老百姓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于老百姓而言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统治者 没有什么可庆祝的 秦汉 魏晋 南北朝 隋唐 五代 十国 宋辽 金元 明清 都只是朝代 更替 国家没有亡 亡的是政权 国家是铁打的银盘 政权是流水的兵 那些不可一世的统治者 如今都成了枯骨 但国家仍然生机勃勃 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 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 历代统治者 把公天下变成家天下 把国家占为己有 其实是窃国大道 但有人将他们吹捧为英明神武 显然是精神错乱了 许多人价值观都是扭曲的 如成吉思汉杀害了上千万人 却被赞誉为一代天骄 康熙乾隆大搞文字音域 却被赞扬为明君圣君 另外 像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 明明是侵略者 却被身为受害者的老百姓所崇拜 也就是说 老百姓自己明明是受害者 是王国奴 却赞誉加害者 赞美侵略者 并把他们侵害自己 奴役自己的过程 称为丰功伟绩 历代统治者 把本来属于全体国民 所有的国家占为己有 是窃国行为 他们自己为此举行国庆 也情有可原 就像窃贼庆祝自己 成功窃取了财物一样 但普通老百姓就不应该跟着庆祝 不但不应该庆祝 反而应该哀悼 哀悼自己的国家 被人给窃取了 失去了国家 就是王国奴 所以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 统治者的庆祝日 就是老百姓的哀悼日 侵害革命 结束了大清的统治 也结束了天主专制 建立了民主共和 也就是说 家天下变成了公天下 国家从皇帝私人所有 变成了全体国民所有 所以 把生时定为国庆日 也还说的过去 但是 民国也只是名义上属于全体国民 事实上 民国也被政客所窃据 直到台湾实现民主后 民国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只有当国家属于全体国民 国民可以授权政府管理国家 才谈得上有国庆 也就是说 哪一天国民有选举权 哪一天就是国庆 国民没有选举权 就说明国家被人给霸占了 这样的国家与国民无关 这样的情况 哪值得庆贺呢 只有把国家解救出来 才值得庆贺 跟着大明和大清的统治者庆贺 是愚民和农民 跟着自己选出来的政府庆贺 才是公民和选民 统治者夺取政权的日子 也就是建政之日 不但不是国庆日 反而是国商日 因为国家被他们霸占了 国民也被他们奴役了 就像北朝鲜 国家被金家霸占 国民被金家奴役 哪有国庆日 只有国商日 一篇题为 庆十一莫忘初心 新共和方德始终的网文 这样写道 尽管人们对共和国的理解和看法 不尽相同 但共和制的基本特征 至少应包括三层意思 第一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人民 政府是由全社会各个基本成分 共同组成并彼此制衡的 而不是个别政治集团 或少数人的政治工具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或不同的语境中 共和的对立面有所不同 如法国大革命期间 共和的对立面可能是帝制 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前 共和的对立面可能既包括满清王朝 也包括君主立宪 但在任何情况下 专制独裁都是与共和水火不容的 第二 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 不是世息的 也不是亲定的 而是由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的 第三 共和与民主法治紧密相关 离开民主 共和不可能是真实的 离开法治共和民主则缺乏保障 难以实现或难以持久 共和国存在民与实指和量的问题 有的国家如英国 不但国民没有共和两个字 而且号称王国 保留了君主 但国际社会公认其行共和之政 属于虚军共和 有的国家国民中不但有共和两个字 还加上了人民民主两个词 但从政权运行时代看 却离共和最远 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 共和的实现程度也可能存在量的差异 比如号称共和国联盟的前苏联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 可能共和的成分相对多些 而在斯大林大搞政治清洗时期 共和则名存实亡 我国的共和制得来不易 如果以戊须变法作为开端 把1917年三造共和 看成共和制的初步确立 历时19年 但众所周知 民国的共和 质量实在不敢恭位 特别是1938年前后 国民党政府大力宣传 一个政党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使我国的共和步伐 出现了严重倒退 中国把辛亥革命 作为我国共和之路的开端 把中共夺取政权后 建立新中国 作为实现共和的标志 38年的历程 可谓起伏跌宕 甚至伴随着血雨腥风 更为可惜的是 新中国的共和之路 也并非渐行渐进 而是几度倒退 时至今日 完善共和制 所必须的政治体制改革 和民主法治建设 仍然举步维艰 某些经常把共和国 挂在嘴上的爱国者 仍然把消除 治理乱象 实现民族振兴的希望 寄托在一两个民君 贤相或清官政治上 更有少数揣着明白 装糊涂的御用文人 以反对全盘西化为借口 大唱传统体制赞歌 制造耸人听闻的民主危险论 如果全面考察世界近代史 和当今各国治理全貌 则不能看出民主共和 是不可阻挡的政治潮流 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 必由之路 而以各种美丽油彩 装饰起来的独裁专制 无论其短期功效 多么显著 也难逃 执政集团合法性 逐渐丧失 国家陷入动乱的厄运 当务之急 应尽快坐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和多党合作制度 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 平稳过渡和转型 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 我是桑宇 迎接她的游戏家 近日台湾女艺人欧阳娜娜 登上央视十一国庆晚会的舞台 共同演唱爱国歌曲 《我的祖国》 在台湾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台湾文化部表示 陆委会将对欧阳娜娜 是否违反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 展开调查 条例规定 国人不应支持 协助中共对台统战宣传 伤害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 一旦欧阳娜娜相关行为涉及违法 将对其进行重罚 台湾著名撰稿人黄百章告诉本台 大陆邀请欧阳娜娜合作 是对台进行统战宣传的一部分 他说 中国共产党他们的一贯的宣传是台湾 这个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嘛 所以他们会用这些政府色彩 政府党政色彩的这些机关 这些组织的这些 然后还有官方的媒体去拉台 这些有相同立场的台湾利人 这个应该是不出大家意外 黄百章认为 以欧阳娜娜为代表的台湾籍人士 有表达自己政治立场的自由 台湾当局所依据的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规定的合理性 还有待检验 这个法律它其实是不符合一个现代国家 在这个正常的 在处理这个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这个标准 虽然说大家在台湾的这个民意 是非常非常的 对他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反感 但是这个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我觉得这个是他个人的自由啦 这个欧阳娜娜自己的 台湾宝贵的地方 就在于我们是尊重人民 自己的这个自由的意愿 《我的祖国》是1956年上映的 抗美援朝电影《上甘岭》的插曲 反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代主题 近些年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共同开展的群众性爱国主义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中 这首歌作为典型曲目 传唱度最高 同时在中央和地方电台 电视台重要时段 以及网络数字媒体平台中 被广泛用于爱国主义宣传 黄百章认为将我的祖国赋予政治色彩 来进行对台湾的统战宣传 毫无意义 他说 这个台湾在那个时候 并没有参与这场战争 当然是跟台湾是没有一个利 没有一个关系 甚至是这个台湾的 这个时候是站在这个 清美国的这个阵线这边 所以反而是 所以如果说这个是我的祖国 这个那我想跟绝大多数台湾人 是不会有 不会让这都是台湾人认同的 中国全国各地在国庆期间 开展了多次我的祖国主题快闪活动 年轻群体纷纷表示 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被激发 然而这种爱国情绪的流露 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共对人民洗脑的表现 有学者指出 这是当局动用国家权力 混淆祖国和中国共产党两个概念 以此来影响中国人民的思考方式 并灌输爱国热情 美国的人权组织 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索告诉本台 以我的祖国为主题进行的国庆宣传 是利用爱国情感模糊爱国与爱党之间的界限 他说 这个绝对不是这个国家的庆祝日 这是这个党的庆祝日 这个10月1日是共产党窃取政权的日子 这些各种洗脑用所谓的国的名义 这都是虚伪的 但可耻的 周峰索认为强调祖国是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 对台进行统战渗透 他说 对中众来讲 这些都所谓 它历来就是用各种方式来渗透伪装 所谓的国家也好 文化也好 对他们来讲都是可以利用 但统战来讲 它需要利用这个坏人所能接受的一些词语 表示这个时候会强调所谓的共产党 而强调所谓的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是没有其他的 只有这个党 这是一个根本的事实 近些年 中共当局常常利用符号和象征 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 在互联网上塑造了代表中国的阿中等形象 并将宣传与文艺相结合 推出多部革命题材电影 以潜移默化的形式 对中国人民和外界进行爱国爱党宣传 与此同时 文艺界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和管控 演艺圈人士被要求公开表达对祖国和政党的支持 同时越来越多触及政治红线的公众人物遭到封杀及处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肖一斌 华盛顿报道 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 也是中华民国国庆日 人称双十节 记得三十三年前 一九八七年 我刚来到美国 这一年的冬天 我到华盛顿 参加一场美国一家智库 举行的纪念美国智宪二百周年研讨会 会议的主题是 美国的宪法与中国的宪政 我在会上发言 第一次对公众谈到了 我对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看法 针对当时还很流行的一种观点 说国民党和共产党 是一根层上接触的两只挂 是难兄难弟半斤八脸 我强调 国共两党有本质的差异 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 中国国民党 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自由民主原则 确定了宪政民主的目标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军政 训政 宪政 三阶段论 政府在一段时期内 实行某种权威式的统治 但其目的仅仅在于 向宪政目标的过渡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军政 宪政 三阶段论 政府在一段时期内 实行某种权威式的统治 但其目的仅仅在于 向宪政目标的过渡 国民党政府在退守台湾后 宣布了动员勘乱时期 临时条款和戒严法 但毕竟没有放弃 实行宪政民主的最终目标 换句话 国民党承认 威权统治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至少是在理论上 始终坚持了 领主宪政的原则方向 当然 对于军政 训政 宪政 三阶段论 人们是有争议的 国民党政府 在所谓训政时期 和动员开乱时期的 所作所为 也招致过很多批评 权力的过分集中 往往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因此在这段时期内 国民党政府 也犯过不少错误 然而 由于国民党政府 承认 自由民主理念 坚持宪政 领主的终极目标 这就使得 要求改革的民主力量 具有一种 法理上的正当性 从而 为民主化的推进 提供了空间 或者机会 台湾之所以 能比较顺利的 实现民主转型 原因当然很多 反对派的英勇奋斗 功不可没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国民党政府的 以民主宪政 为目标的意识形态 也起到了 不容否认的作用 共产党 却不同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从根本上 否认 宪政民主原则 他把自己的一党专政 穿着天经地义 搞起专制来 多作逼人 他一再宣称 反对 西方式民主 发誓 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要五不搞 七不紧 这些年来 中国的经济 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 共产党 不但没有以此 作为推进 现代民主的动力 反而 把它当作 坚持一党专制的资本 现在某些人 兢兢乐道的 所谓政级和法性 无非就是用 所谓政级 当作维护专制的理由 以便更加 理直气壮的 反对民主宪政 在当今中国 阻止民主宪政的 最大障碍 就是中共 首先 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 不错 对共产党来说 意识形态只是工具 并非指南针 共产党早就不相信 共产主义了 可是 这并不意味着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对共产党就毫无意义 最起码的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决定了 在共产党内部 哪种话语 具有正统性 正当性 哪种话语 不具有正统性 或者正当性 因此 它对共产党的发展方向 仍然具有 重大的制约作用 我们不妨想象 假如在未来的某一次 共产党代表大会上 或者全国人大上 共产党明确的把实行民主宪政 当作自己的目标 写进党章 写进宪法 而且写出了 实现宪政名则时间表 或者路线图 我敢说 如果中共做出这样的宣布 全世界各大媒体 都会把它当作头条新闻 大家都会说 这是当今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 从此 中国就会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由此可见 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反对共产党专政 首先就要反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就是要迫使中共接受民主宪政理念 今年的中共国庆 与中秋同一天 号称双姐 但也让人想起 或不担心腐武双治 会不会是西皇的最后一个姐庆呢 习近平将前华元集团董事长 红二代的任志强 判了18年的忠刑 充分暴露习近平内心的危机感 此举也必然将他与红二代的关系 先与决裂状态 而更难修补 从而凑掉了自己的社会基础 最后搞垮自己 根据前中央党校党建教授蔡霞的说法 一些还追求改革的红二代经过反思 提出了去世非共编革和平的目标 能够提出非共 显然已经认识到这个政党一体制的罪恶 但是如何屈膝 却要看他们的反思 为解除民众的疑虑 让西后时代的编革和平进行 现在应该超前部署 以免四到零头手忙脚乱 其实中国的有势知识 早在2008年起 早的零霸宣章 就为共产党倒台后的局势做了布局 因此它基本上仍然可以作为西后的变革杠领 然而问题还在 西后有什么人来主持贯彻信宪章 或者说这个临时政府将怎样组成 我认为先行利用改造旧的体制 并筹备自下而上的选举 一 改组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兼于先任委员长李战书是习近平的死党 必须一以策换 由任志强出任 负责制定临时法规 监督各级政府的运作 重要的人事任命 及筹备选举 二 非要自伤而下的各级党组织 但是留下李克强的国务院 即地方政府 以维持经济与社会的热场运作 三 非处中共中央军委会 党军改为国防军 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暂时掌控军队 所有军事活动 处于停止待命的状态 四 非处战狼外交 撤出相关官员 有过去支持五件名外交路线的官员 领导外交工作 除西家军一党职之外 其他人事基本不变更 然后看他们的不同表现 再各自调整 鼓励各地方政府的改革措施 与彼此之间的 开展两性竞争 为地方知智创造条件 这也是基层稳定的需要 临时政府需要 新鲜血液 推动变革 他们包括各界具有改革意识 与工作能力的精英 例如参与制定 领霸宪装的人士 公共知识分子 支持改革的红二代 维权律师 NGO代表人物 受迫害的宗教界人士 从狱中释放出来的良心犯等等 上述可能只是异常花瓶 然而 却是我们必须思考的超前部署 改革必须付出代价 这是长期以来 中国人民容忍共产党 为非作呆 而必须付出的 当然希望代价 付出的越少越好 没有这个代价 中国人将永远被共产党所奴役 也为世界所唾弃 以习近平为首的 中国共产党当局 正在为即将推出的 所谓第十四个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五年规划 简称十四五规划 展开宣传 当局声言 欢迎中国网民 就十四五规划编制 踊跃提出意见 但在妄议中央 即妄议习近平 成为正式罪名的 当今中国大陆 网民对中共及其领袖 发出的指令 除了歌功颂德之外 提出批评意见 便意味着犯罪 与此同时 有研究者和批评者指出 所谓的十四五规划 充满自相矛盾 中共控制下的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 中共中央将在十月下旬 召开全体会议 审议十四五规划 习近平就十四五规划 编制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把加强顶层设计 和坚持问济于民 统一起来 齐心协力 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 为了落实习近平指示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自8月16日起 开展网上意见征求 然而 中国网民对当局的 十四五规划 宣传反应冷淡 在观察家们看来 这种冷淡部分是来自 中国公众对当局的宣传不感兴趣 部分则是来自中国当局 对中国公众言论管制的严密和严酷 使公众即使有意见也难以发表 坚持发表意见的人 才会受到当局的种种形式的处罚 其中包括禁言 删号 警察骚扰和威胁 甚至逮捕和判刑 在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地方 专家和评论家们普遍对中共透露出来的十四五规划内容 表示不敢恭维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纳斯 是2018年出版的红旗 习近平的中国 为什么处于危险之中 艺术的作者 马格纳斯就中共的十四五规划问题 接受美国之音电子邮件采访 他对这一规划的评论是 十四五规划的可能追求的目标的最大障碍 是其内涵的所谓双循环战略 这种战略将构成该规划的核心 截止目前人们的理解是 双循环战略包括维持中国的出口和外贸重点 但同时提升国内生产用于国内消费 因为后者要求提升消费工资 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中的比重 而前者则要求压低 或将这一比重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 习近平不能两者兼得 长期关注中国大陆问题的香港作家和评论家陶杰 在评论中共即将推出十四五规划的时候表示 中国还是一个穷国 就业压力很大 既中国人基本生计都有困难 因此 特为发展经济还应当是当今中国的重中之重的迫切任务 陶杰说 要保护和发展民营经济 是不是 要国家要继续对外开放 不能关起门来 关起门来啊 这样是行不通的 再被问到中共所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当中的所谓双循环战略 是否是自相矛盾这个问题的时候 陶杰的见解是 那也许矛盾 也许像毛泽东所在矛盾里寻求统一 是不是 那么现在也有 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比方讲这个中国的民间 看见特朗普患了这个新冠状病毒 到处呢 就是欢欣鼓舞啊 一片庆祝 是不是 而且呢 很想特朗普早点死了 是不是 那这些言论呢 你没有屏蔽 任由他们流通 但是同时 这个国家主席又希望这个特朗普 健康和康复 这不矛盾嘛 这个不矛盾嘛 是不是 我想这个是矛盾啊 那中国这个矛盾的事情 不止这不一两桩啊 很多事情都是矛盾的嘛 所以在面对这么多这个自相矛盾呢 我们有时候也看不透啊 9月11日 习近平亲自出马 为十四五规划做宣传 声言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 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 这个第一动力 但已故的中国著名水利工程专家 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女儿黄潇璐认为 只要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制度不变 中国的科技创新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 黄潇璐说 中国现在的所有的制度 这个极权制度啊 就是一个对经济科技发展的一个堵塞 黄潇璐说 他的父亲黄万里的经历 非常典型的反映出 没有自由民主制度的保障 科技人员只能是中共当局的应生虫 或可以随便打压迫害的对象 科学和技术 科学和科技创新无从谈起 黄万里1957年 只是因为发表一篇短文 委婉地批评了中共不善于听取批评意见 并且在黄河三门峡水库建设问题上 说了实话 指出那一建设工程将导致灾难 便接着受到无情的打击 成为中共前领袖毛泽东 亲典的大右派 被迫害20多年 中共即将推出的第14个 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出马 为十四五规划做宣传 并声援科技创新 将在中国未来发展中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科技发展前景到底如何 对这个问题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马格纳斯 通过电子邮件做出的回答是 我不怀疑中国可能在科学和工程学方面做得不错 其中包括人工智能 机器人 电动汽车 量子计算等等 苏联当年也做了很多事情 但我怀疑中国严酷的 有上头中央控制的科研机构 是否适宜于促成生产效率和创新的全面推广 从而使精进的各个部门 包括不会引人注目的部门受益 这事关强韧的科研机构 灵活性和去中心化 已故的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 黄万里教授的女儿 黄潇露 则直言不讳地表示 在习近平独裁统治下的中国 在强调思想统一和党领导一切的中国 真正的科技创新或进步是不可能的 黄潇露说 不可能 他呼吁的那种进步 也可能就是一个抄袭 抄袭加上自己有一点自己的东西 再加上抄袭的 就像他的 他如果就像他的那个博士论文那样的 黄潇露在这里所指的习近平的博士论文 是指2012年 习近平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 在职获取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论文 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 在1970年代 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没有通过考试 进入清华大学学化学工程的习近平 以标题为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的论文 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而那篇论文跟法律没有关系 明显是多篇没有学术含金量的文章拼凑而成 而且其中包括大段大段的 稍加修改的他人文章的段落 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消息曝光之后 习近平本人以及中共官方 以及官方控制下的媒体 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或解释 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 则对网民谈论习近平博士论文 涉嫌抄袭的言论进行全面的封杀 网民即使是以驱回 网民即使是以迂回曲折的不点名的方式 进行的评论和讨论也遭到封杀 各位听众应该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深圳的数码人民币计划 由罗湖区政府与人民银行开展 以抽签形式向民众派发5万个 价值200元的数码红包 总金额1000万 相关金额将直接发放到 幸运儿的个人数码人民币钱包里 合资格民众可于星期五申请抽签 下星期一将有抽签结果 动养者可于本月18日或之前 在当地指定商铺交费 数码人民币顾名思义 就是把人民币数码化 不在需要实体的钞票交易 与现金具备同样效力 只要双方手机上都有数码人民币钱包 就可进行交易 连网络也不需要 金融学者贺江斌解释 他与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 也不一样 不需要绑定银行账户 就能完成支付 这个货币它是真货币 它跟第三方支付又不一样 微信的支付跟支付宝的支付 它是从你的银行的钱 通过微信的中介再转到你的微信上 你再转入你的银行 它想替代支付跟装币 它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去发行 就像数码支付平台一样 数码人民币牵涉到个人数据可能外泄 负责发行的央行会否追查用户的使用记录 与财富状况备受关注 警戒师林浩波表示 美中爆发贸易战以来 北京为了抵消美方的高额关税 有意让人民币持续贬值 造成资金外逃 他相信货币数码化 有利于当局监控民间资金流向 林浩波表示 当资产面临贬值压力 人们向外转移资产会变得猖獗 货币数码化落实后 当局更容易监控资金的流向 使资金外流压力减低 中国经济状况不乐观 失业问题严重 以往北京为了挽救经济 会加印钞票投放到金融市场 林浩波解释 在实体货币环境里 派发消费券是当局推动计划经济手法之一 而货币数码化的出现 将起到节省资源的作用 基本上令到平时更加快捷和方便 林浩波说 在集权国家有了数码货币 当局会操控民众消费模式 限定民众在特定地点和领域 消费指定金额 以刺激经济 当然 派发消费券也可以达到这目的 但有了数码货币 会大大节省行政成本 中国商务部两个月前曾发通知 计划在全国28个地区 包括香港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 试点实施数码人民币 香港金融发展局日前表示 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 可以实行这项新科技 在人民币国际化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 香港报道 今年82岁高龄 90年代深圳改革大潮中的拓荒者 立友为 在这份香港中联办资助的报纸上 连问13次都在何方 重复9次 我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 引发外界关于中国民营经济政策转向的猜测 南华早报引述南京大学教授顾素分析称 立友为的言论可能也代表党内其他自由派的想法 流亡美国的民营企业家王瑞琴告诉本台 立友为在文末的战略性重大问题突破 实际上是说 在民营经济领域不能搞习近平这一套 其实说明这是一个很强的型号 就是习近平的错误也是不得人心的 实际上是说明体制内有不同的声音 体制内的香港可以说多数人 他们都是很强 他们都是支持民主 不敢对现在的政策 只是他们不能说也不敢说 所以这个就反映出李友为先生很有勇气 李友为提出一系列问题 包括承不承认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可不可以以民有的私人财产和公有财产一样 都神圣不可侵犯民家宰大法呢 我们怎么看待资产阶级 怎么看待阶级斗争等等 河北大五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五认为 公有制是共产党发明的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第一是私有经济 我所以说我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它的基础应该是一样的 都应该是私有经济为主体的 这区别从里面上说区别来就是 更强调公之共享 可能资本主义更强调 对于私人家的利益会多一点 因为我们国家不管下边人怎么意识形象 把它扭曲 但是从立法上法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但是在执行当中可能是有问题的 近三年来国界民退愈演愈烈 党政居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习近平从毛泽东寄来的口头禅 开始广泛应用载风商业 一些左派学者包括周星成 吴小平等人都宣扬 私有经济应该完成历史退场 2019年以来不断传来马云马化腾等重磅 及企业家卸任的消息 地方政府甚至派政府事务代表 建筑阿里巴巴等重点企业 今年9月中央办公厅 推出了改革开放之后 第一份有关民营经济的统战文件 强调民营经济人士是自己人 王瑞琴对此嗤之以鼻 我们就是偷费漏费 社会打飞 所以这个里头最根本的就是要给民营企业从全面这种平等的在核四把保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向松作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估计 今年中国的GDP可能只有2%左右 六位强调中国此时一定要防止左倾错误 稳住企业家的民心 而王瑞琴认为中国现在百叶凋敝 如果稳不住民企一切都稳不住 可是他大部分的企业家朋友都岌岌可危 王瑞琴自5月发布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后 中国成立616专案组对其资产进行查封抄家 至于年前 农民企业家孙大午也体会过他的伤痛 1984年 他在一片荒滩 从养一千只鸡 无视头猪起步 发展为现在占地近5500的农业产业化集团 虽然身家上亿 孙大午一直发文为农民说话 直到2003年被判非法集资 入狱158天 当时的媒体普遍质疑其因言获罪 曾当众凤凯民企如带载高阳的孙大午 现在小心翼翼和国家保持着距离 被问及十四五规划的期待 孙大午说 不研究 真的我之外 包括我的企业 高层干部都不让我们去研究国家政策 我根据研究社会需求 我们不研究这个 我们研究长远的社会需求 就是我们不想在那个上面去 去网网或者去受益 没那种思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9月28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23次集体学习上 提出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他说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 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 习近平还称考古工作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 做出总体安排 在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的同时 考古界要从政治 法律文化社会等领域研究人员 做好文物的研究阐释工作 增强他所说的中国考古学 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 话语权 目前中共当局正面临多方面的各种挑战和问题 从国际社会呼吁对源自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 进行独立的调查 到美中关系 家中关系 澳中关系 印中关系的紧张 从新疆新建在教育营拆除大量精神寺 西藏强迫农牧民劳动 内蒙古推行双语教育 打压异议人士 控制言论自由 审查互联盟等等 不一而足 在面对诸多重大国际关系挑战之际 中共最高决策领导层 在这次集体学习中 没有讨论国际政治 甚至也没有讨论国内经济问题 而是花时间讨论 看似跟国内外问题 没有直接联系的考古工作问题 其动机和用意何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王金涛认为 习近平对考古工作的重视 其目的就是要解决 他执政的正当性问题 他说 如果习近平搞共产党专制 可以从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那里找到一些东西 但是他搞个人独裁 必须要从中国传统中 找理由依据和支撑 一个是他个人的执政的 就是共产党的执政 现在做法的正当性 他想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和政治传统和中国文明中 去寻找他的精神和文化资源 第二呢 我觉得他可能甚至要突破 共产党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王金涛说 他注意到尽管习近平声称他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他从来不提马克思的一篇文章 从来不提马克思的一段话 但是他在讲话中却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说法 王金涛说 习近平最近比较重视西北的考古和文化 考察了陕西的牛贝良和女蛙庙 以及敦煌等地不是偶然的 就是在找中华民族的底蕴和底气 他说习近平想做中国梦 做中国现代的大皇帝 习近平强调考古学是在为其做一个铺垫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用考古 为当下的政治服务并非始于最近 他说习近平在2012年刚上任后不久 就提出了要修复夏商周断代工程 通过考古挖掘和发现 补足夏商周三代与中国历史的联系 打造中华民族诞生的完整神话 证明中国历史悠有五千年 比埃及更古老 夏明教授说 中国目前陷入了跟全球切割的转折点 2008年以后 中国政府从过去提出的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转而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中国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 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以此来引领世界的构想 夏明说 这个转变表现出中共对世界的狂妄和改造世界的企图 因而在国际社会引起反弹 这种反弹在今年由于扩散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 使得全世界出现了跟中国对抗的局面 在这种对抗过程中 尤其是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非市场经济两大因素 无论在诸如世贸组织的国际组织中 还是在盟国关系中 对中国开始进行某种封杀和围堵 西方世界阵营对中国的新冷战已经爆发 夏明认为 在这种形势下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经济发展内循环的政策 从沿海战略回到西部战略 用梁家河的大学问 延安的摇动精神等 打造中共的合法性 以此对世界宣誓 中国有世界最先进的文明 那么我想习近平要说的一个结论就是说 今天我们可以不需要世界 我们照样可以成就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 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的文明的中心 世界文明的动力 根本就不在西方 根本就不在美国 而是在中国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习近平 想给中国人提供的某种民族主义的一种民族自豪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说 要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 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 民族自豪感 他还表示 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 了解中华民族精神 不断加强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中国政治问题专家 夏明教授还表示 中共用好股发现来为其外交政策服务 在习近平执政之前已有先例 2003年10月24号 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时任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 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 提到中国和澳大利亚虽然远隔重阳 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渊远流长 他说早在15世纪的20年代 中国明朝的远洋船队就曾经到过澳大利亚的海岸 把中华文化带到这里 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和多元文化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夏明教授说 中国用其考古发现 正和下西洋 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中国补钱币和货物 以此来论证中国当年跟澳大利亚的交往 为中国现在继续在当地进行渗透或控制 提供某种合法性 他说中国的一厢情愿 当时在澳大利亚引起强烈防胆 夏明还表示 在中共一党专制下 不仅意识形态被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 科学技术 学术艺术也要听从所谓的党的领导和指挥 不务于党的意志 就整个中国的政府 因为它在控制中国的历史学 也在控制中国的考古学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今天小姑娘的辫子 是任意她书 你任意她打扮 任意她装点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就是中共它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里面 做的很多事情 是承续了整个共产党的整个思维 整个传统 就是要让学术 要让科学为政治服务 夏明说 中共对科学界 学术界的控制 使其成为中共权力的一个分支 这些领域制造出的任何意识形态 或思想产品 已经不是科学家或学者独立完成的 具有科学逻辑的结果 完全是权力的结果 美国的专栏作家和评论人士张家敦认为 习近平强调考古 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 是中共对其合法性当恐不安的一种迹象 他们不能讨论最近为中国人民做了什么事情 甚至他们不能讨论未来 因此他们只能讨论过去 我认为这是衰败的迹象 张家敦说 中共大张旗鼓强调考古重要性的另外一个目的 是为其领土主权 包括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 提供所谓的证据和佐证 我认为考古跟中国的主权声索当然关心密切 中国宣称从远古时期 南中国海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强调考古就是强调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因此他们在宣称南中国海所有海域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考古跟中国的领土野心密切相关 张家敦说 习近平以所谓的中国考古发现 来对南中国海主权作出宣誓 表明该海域远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任何其他声索国都走开 不过他指出 国际社会不会接受中国的说法 旅居纽约的中国评论家胡平说 考古本来是一个纯学术的国度 与现实的政治离得比较远 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中共领导人 并非特别强调考古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他说此次习近平强调考古的重大意义 完全从现实政治出发 将通过考古向世界展示中国悠久的文明 取得了成就 为打造一个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 增添一些色彩 当然这种考虑我觉得它对考古工作本身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妨碍 考古工作本来就是一个很寂寞的一种学术活动 这样子搞我想它恐怕还会造成这些考古方面的一些弄虚作假呀 因为对考古本来就这个问题 过去的很多东西 要真的考得很清楚都不是那么容易 胡平说学术就应该回归学术 以科学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 如果到着一种很明确的政治目的去从事学术研究 必然会诱使弄虚作假 尤其是有时候很难做出明确结论的考古工作 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 新兴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马西莫 丁克维吉日前撰文称 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说过 研究历史要古为金用 他认为历史的本来面目一经古为金用便被篡改的面目全非 中国历朝代的御用史学家都把历史的金用献给朝廷 为各朝代的当前者的目的服务 他指出中共对于历史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 是对历史有选择性的使用 例如淡化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和精神因素 延续中国一贯不信神的神话 动员中国的民族主义 使其成为一个为中共服务的强大资源 他说正是如此 好工作被习近平认为是治疗中共目前面临各种困境的良药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